男女相处,女人经常拒绝三件事情,男人反而会更爱你。 在爱情上,并不是对男人言听计从,男人才会更爱你。 许多女人从来不敢抗拒自己男人的心意,只会顺从,最后得到的不是珍惜,而是残酷地被抛弃。 在男人和女人的过程中,双方应该学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,成为感情的经营者,因为只有知道如何管理感情,这样两个人才能相处得很好。 遇到困难时,两个人才可以一起面对。 可以用最有效的方法来处理每一件事。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,女人要学会拒绝,你越是拒绝,她就越喜欢你,你才会变得更有吸引力。 因为你可以拒绝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,这表明你是一个成熟有思想的女孩。 男女相处,女人经常拒绝三件事情,男人反而会更爱你。 1.给予彼此足够的信任,拒绝怀疑。 信任是一段关系的基础,不管是朋友,情侣,甚至是夫妻,一旦失去了信任,这段关系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,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。 虽然在恋爱中,女孩往往比男人更情绪化,但当他们没有感受到对方的暗示,或者当他们发现一些线索时,女孩就会开始想太多,制造很多毫无根据的猜测和怀疑。 一旦怀疑自己的另一半,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往往会变得不舒服。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,时间长了,或许分开才是最好的结果。 因此当一个女人拒绝这种毫无根据的怀疑,并给予对方足够的信任时,这种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牢固。 一个男人会因为你的信任而感谢你,你会在他眼中变得更有吸引你,能被爱人信任,不管是谁,这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 二,拒绝要男人的钱。 作为一个女人,你就要知道,当你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,不要因为他们的钱而和他在一起,如果是这样,两个人的感情就没什么基础。 一旦对方没有了钱,你们的关系就会破裂,所以当对方给你钱时,你必须学会拒绝,这样男人就会觉得,你和他在一起不是因为钱,而是因为真爱,这样会让对方更爱你。 三,拒绝储入的男人。 如果女人总是喜欢责怪男人,总是当男人做错了一点,对男人就不屈不挠。 一个男人一开始可能不会生女人的气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女人总是喜欢数落他,他也会开始讨厌这个女人,所以拒绝数落男人。 未经许可,不良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